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怡欣 我是Shirley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示錄 我是怡婷 我是Andrea 曹操他在自封為王之後 他就把一同天下的夢想移轉給下一代 而且他最看好的是誰 不是曹皮喔 是曹皮的大兒子曹瑞 對 但是既然曹操這麼喜歡曹瑞 為什麼曹皮最後還是沒有把他立為太子 其實曹皮有立他為太子 但是是拖到他駕工前最後那一天 這曹心不甘情願的啊 最後一天才說好就交給你當太子了 那為什麼他那麼討厭他 其實這個要說曹皮一直對曹瑞有一點忌憚 包含他生母的原因 包含他各個其他的情況 我覺得他對他其實是喜歡不上來的 不過啊 據這個歷史記載 其實曹瑞對他的爸爸曹皮 還有這個郭夫人還是相當的孝順喔 那各位網友你們覺得 這個曹瑞他是不是有一些野心 又別有意圖 這片孝心的背後 他到底目的是什麼呢 曹瑞自小便聰穎過人 曹操曾經讚許的對他說 有你在 我曹家基業就可傳三代了 所以曹操因此非常的寵愛曹瑞 每次舉行招會驗想 都會把曹瑞待在身邊 讓他感受一下曹政的氛圍 衛民帝曹瑞是曹皮的嫡長子 和祖父曹操父親曹皮並稱衛氏三祖 他從小受到悅人無數的曹操異常天愛 證明他把這個長房長孫 看成是未來的繼承人 而曹瑞不僅年少聰慧 還有遺傳至他媽媽珍世的美貌 因此長相俊美 有領袖的氣質 而他的個性本身又非常地沉穩少顏 善於決斷 所以這樣的一個特質聚集在一生 也難怪會讓曹操另眼相看 即使曹瑞深受曹操喜愛 不過後世的史學家 卻對他血統的純正性提出了疑問 原因就在曹瑞的母親征服 嫁給曹皮之前曾經是元夕的妻子 曹皮娶了征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 曹瑞隨即出生 也讓他的身世更加撲朔迷離 那很多人猜測曹瑞到底是不是曹皮的骨肉 那後來當然這些事情在政治裡面 他不會講這句話 那我們現在推算應該可能也許是 因為這個時間太吻合了 那不管怎麼樣曹瑞是曹皮第一個兒子 也是曹操第一個孫子 曹皮雖然不曾懷疑曹瑞的身世 但曹瑞敵長子的地位 卻隨著後宮中的情勢消長有了轉變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母親征服 為人溫柔善良沒有政治心機 不但不爭寵還常向曹皮建議 可以多納妻妻讓子孫繁盛 而他剛嫁給曹皮時 也曾經相當受寵 為他生下一子一女 沒想到卻好景不長 根據《三國志》記載 曹皮原本對征服情有獨鍾 不過後來喜心厭舊 愛上另外一位美女郭女王 而這個郭女王也非常的有智謀 能夠幫曹皮出主義來爭奪魏王之位 那這就讓曹皮另眼相看了 因為郭女王從會過人有傑出的才智和謀略 常常為曹皮出謀劃策 曹皮後來被立為世子 他就有相當大的功勞 也因此曹皮對他相當寵愛 甚至在剛繼位為魏王時 就進封郭女王為夫人 等於讓他和正妻征服平起平坐 為什麼郭女王反而會有這種魅力 後來居上 最主要是因為郭女王是有野心的 他可以跟曹皮共同謀劃 在繼承人的繼承位置上面 還有他當了皇帝之後的一些策略 其實跟郭女王都很有關係 直到曹皮預備稱帝時 他把郭女王帶到洛陽 進封為郭貴平 地位僅次於皇后 但是原配妻子征服依舊被留在夜城 封號也還只是個夫人 辛勤苦悶的征服 不僅沒當上皇后 就連見草皮一面都難 他寫了一首詩 表達心中的思念與牽掛 希望曹皮能夠回心轉意 那被冷落的征服開始埋怨曹皮 那曹皮聽到之後大怒啊 下令要征服至敬 但是早就變心的曹皮 卻只看到征服心中的埋怨 一怒之下 竟然在皇初二年 西元二二一年 派使者到夜城把他刺死 雖然中間一度後悔 但也已經來不及了 娘 娘 娘 据說曾夫人在下葬時 以法覆面 以康塞口 死狀淒慘 也在曹瑞的心中留下莫大的陰影 而曹瑞也因為母親獲罪被殺 從未來接班人的身分 淪落成前途未捕的敵長子 曹皮因為鍋女王無子 下令他撫養曹瑞 那成為曹瑞的繼母 不過成為繼母的鍋女王 對曹瑞並沒有對她不好 反而疼愛有加 但曹瑞卻因為自己母親被刺死 始終耿耿於懷 曹瑞就把這個算是二媽後媽 當作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家看待 很多證實都講說曹瑞很孝順 皇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 曹皮策立鍋女王為皇后 還把曹瑞交給他來撫養 由於鍋女王本身沒有孩子 對曹瑞可以說是勢如己出 照顧得無為不至 而曹瑞看起來也對養母相當孝順 這個做法也許給曹瑞一個 六年時候不好的回憶 我們這樣看來曹皮應該對鍋女王 應該是疼愛有加 曹皮去世之後鍋女王是沒有生育的 他竟然令鍋女王為皇后 在曹瑞的幼食裡面 他還沒有得到太子位之前 那麼他的地位其實能夠庇佑他的 就他母親 再來他也不認為他會得到皇位 照理來說 曹瑞被立為平原王又成為皇后的兒子 應該有相當大的機率能夠成為太子 只是曹皮的心中對他還是有些疑慮 直到一次父子倆一起去打獵後 才讓曹皮有些動搖 根據史料記載 有一次曹皮帶著曹瑞去打獵 那出現了母子鹿 那曹皮先射母鹿 然後要曹瑞射子鹿 不過此時的曹瑞 並沒有舉起手中的弓箭 他以仁慈的心去打動了這個曹皮 那自己來說曹瑞 我們現在看應該是文武雙全的一個人 那當然如果按照這種情況曹操會看人 一看這個孫子 他就知道這個面相 不是一個普通面相 他甚至也講說以後我們家就靠你了 只不過還沒等烈道的鹿肉祖熟 曹碧又反悔了 非但沒有立曹瑞為太子 還把他的爵位 由平原王匾為平原侯 那是否在這關鍵時刻 想起曹瑞對母親的不平 那沒有人能夠肯定 立曹瑞為這個太子的時候 當然他心中想的 並不是一個光是笛 笛笛笛不是 畢竟曹瑞是曹操喜歡的孫子 他也知道自己老爸喜歡這樣的兒子 但是曹瑞的母親是征服 這一點給曹碧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征服是被你刺死的 曹碧對曹瑞的態度 就這樣一直搖擺不定 直到黃初三年春天 他的帶兵快回到許都時 南門無故崩塌 曹碧心中有了不祥的預感 於是繞開許都 沒想到一回洛陽就病倒了 曹碧認為 既然曹瑞心裡有疙瘩 遲早會對鍋女王不利 就想立其他的孩子為繼承人 所以一直沒有封曹瑞為太子 直到病終前一天 才立曹瑞為繼承人 曹碧一直到病逝的前一天 才終於鬆口 他為二十二歲年輕的曹瑞 留下了四位府政大臣 分別是和他一起共患難的兄弟司馬懿 提出九品官人法的成群 還有曹操時期的名將曹修和曹真 因為司馬他就是外姓 所以如果我們以曹批的角度 設身處地來想 他當然是要讓曹家的政權穩固 所以曹家政權穩固 在那個時期來說 你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在軍事上 因為還在成為三國的一個階段 這是在軍事上面 所以最重要的重點是軍事 軍事上面一定要由曹家的人 來做領導 當然很多人猜測 因為司馬懿的民生 說他陰式狼固可能會背叛 所以立些別的人制衡司馬懿 可是我們也看到政治記載 陳群跟司馬懿是相當好的朋友 那他們兩個如果說今天一翻覆的話 其實像曹真或曹修 他是沒有辦法做任何動作 那其中曹氏中青站兩人 中氏外兩人 在權力分配上 兩人掌握軍權 兩人掌握政權 那這樣的配法 看得出來是相互制衡 黃初七年五月 魏文帝曹批在洛陽定市 享年四十歲 他只當了短短六年的皇帝 雖然經過草批的歷經圖治 魏國國力強盛 但新帝登基 再加上之前的法無魏國 讓無數虎視眈眈 試圖趁虛而入 你說他為什麼會把皇位傳給我呢 因為先帝他別無選擇 因為只有陛下能一通大魅 那其實魏國在曹睿繼位之後就開始由勝轉衰 所以很多人對曹睿的印象會覺得他好像是一個無能的皇帝 會以為是說由他的處理不當所以才由勝轉衰 但其實完全不是的 他算是一個明君 他在歷史上也有像小秦皇或小漢武的一個美名 而且聽說他有一個美名是披著皇袍的將軍 是的沒有錯他戰略非常高明 那我們就很好奇喔 這樣子的一代明君 而且聽說他其實是能玩又會讀書的模範神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其實他當時大興土木 但後宮的話其實他也玩得蠻荒引無道的 可是在戰略上他又蠻得意的 就是該玩的也有玩 該辦的真的是也有辦 也有做到 那我們就很好奇喔 這樣的一代明君 這麼厲害的模範神 為什麼最後在他的朝代會由勝轉衰呢 曹睿果然一開始是不負曹匹跟曹操的眾望 於是確實也把曹睿帶到了一個頂峰跟旗幟 新元226年 魏民帝曹睿登基改元太和 在三國治中 裴松枝形容他是一時民主 曹睿因為受到曹操從小培養 也跟著曹匹南征北討 在軍事戰略上相當傑出 這個叫柳葉的一個官員 有一次半夜去見這個曹睿 一出來大家會問說到底曹睿什麼樣的人 就沒想到柳葉講句話 我們這個新皇帝看起來是 秦始皇漢武帝的料 曹睿登基後 首先就遭遇南方的孫權 利用曹睿政權交替主少國醫師 進攻江夏襄陽 年底新城太守孟達反叛 他派司馬懿花了16天攻破新城 情殺孟達 曹睿雖然年輕 卻把曹匹為他留下的四位府城 控制得宜 不過呢 對曹睿來講 這反而讓自己在掌握曹政上 愛手愛腳 所以他登基即位之後 沒有多久 就對這些曹庭要員 做了一些重新分配與任命 向他讓原本理政的司馬懿長兵 來削弱曹修跟曹生的軍權 而且還把司馬懿外調到南方戰區 讓曹中只剩下會聽話的成群藝人 衛冥帝上來以後呢 的確他在軍事上的判斷 就做得很準確 因為當時曾經發生東吳 就是要來入侵這個衛國 結果呢 他當群臣都覺得很害怕的時候 只有曹睿很冷靜地分析說 他們沒有辦法真的封上來 連派兵都不會有去 正面攻擊失敗 孫權改變計謀 西元228年 他派鴿陽太守州防 向魏國大司馬曹修乍翔 曹修重計損失了數萬士兵 曹睿不僅不怪罪 還給了豐厚的賞賜 只不過曹修戰敗病重 卻給了蜀漢可乘之機 諸葛亮開始進行他的北伐大業 諸葛亮部署北伐行動時 就定下了逐步滅位的方案 所以第一次北伐時 就收服了天水南安安定山郡 當地的官吏跟百姓都叛未歸屬 當時曹睿一看情況危急 連盟派曹貞還有張河等人聚敵 而且親往長安 希望能夠盡快地進入隆溪 來增援各郡來扭轉局勢 西元二二八年春天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 他派趙雲等人從斜谷北上 自己則是往祁山進攻 當時曹薇大臣十分慌張 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就只有魏明利曹睿相當冷靜 判斷諸葛亮必敗可以派兵攻打 而當時張河把目標放到接庭這個地方 因為要進入隆溪 就必須要突破接庭 而諸葛亮反過來要截斷衛軍救援的話 就必須要守住接庭 因此這個接庭就是兩軍必爭之地 魏國派出三十萬大軍 對抗諸葛亮的十萬人 曹睿不僅能夠正確地分析 諸葛亮的軍事情況 還親自到長安都軍 他派張河抵抗進攻齊山的諸葛亮 雙方在接庭這個地方 發生了關鍵的一役 曹睿我們現在看 好像是一個年輕的軍主 但不是 其實後世對他的評價 應該是批著黃袍的將軍 也就是皇帝當將軍 他可能經過很多的資料判斷 或情報的研判 發現諸葛亮這麼遠從蜀漢帶兵過來 最重要是梁道 那梁道裡面有幾個重點 像城商或是接庭 這個地方是重要的重心 交通要道 一旦被吃被摘下去完蛋 蜀漢這裡選擇接庭的環境 不是選擇在接庭 是選擇在接庭後面的南山 選在山上 那選在山上 一個好處是你可以居高臨下 補充 這是完全符合兵法的原則 但缺點是 他沒有考慮到接庭的一個地勢 水源區反而被曹衛給佔領 馬術雖然因為採氣過人 獲得諸葛亮的賞識 但他急於求功沒有考慮後果 就上山埋伏 導致張和正好來個瓮中捉鳥 在山腳下扎營形成一道防線 曹正就厲害了 我就把底下搶下來 你山上沒有水沒有涼 所以你必須要下來搶水搶涼 這場大戰後來就是 張和打敗了這個馬術 馬術就被批評嘛 就是說你只會空口說兵法 其實你並不了解兵法的道德 曹睿成功讓諸葛亮損兵折將 卻無法阻止他的北伐大業 西元231年春天 諸葛亮進行了第四次北伐 再度兵出其山 這時候衛國的兩名大將 曹修和曹真都已經病逝 曹睿命司馬懿為主帥 屯兵長安 曹睿很希望能有自己做主的一天 所以當發生 諸葛亮要北伐的時候 就是派了司馬懿出去 他的內官就跟他講 你這麼怕司馬懿 你要怕他叛變 為什麼你還給那麼大的兵權給他 他說我寧願讓他離開我 到邊上去打仗 我眼皮底下沒有這個人 我感覺我可以自己做主 曹睿派大將軍司馬懿為統帥 張和為副將輔佐 但這兩個人對於如何擊退諸葛亮 卻有不同的看法 司馬懿主張所有大軍 向西推進 只為不公以拖待殿 衛軍底下的將領卻數次請戰 司馬懿就是打定主義 不肯出戰 司馬懿的算盤 算好的就是今天署 要來打我胃 第一個要克服的因素 也最重要的因子就是糧草 那在司馬懿的認知裡面 我就拖垮你 讓你糧草供應不來 三十萬大軍給你 第一點 糧草的錢從哪裡來 越花越沒有 第二點 三十萬不是小數目 你兩天自己突然之間 對皇帝怨恨 帶兵回來 沒辦法怎麼辦 所以他一定要下令去 逼這個司馬懿去出兵 直到西元231年6月 諸葛亮果真被司馬懿拖到 沒有糧食只好退兵 沒想到這時候 司馬懿反而從善如流 執行曹睿的命令出兵 派張和帶隊追趕蜀軍 張和那時候說什麼 他說我們不能夠去追擊他 因為諸葛亮的 歷次的這種行動裡面 撤退的時候他都有整套的準備 因為他要減少人員的這種傷亡 但司馬懿不僅聽不進去 還要張和來執行任務 張和沒有辦法 因為得聽長官命令 所以他率軍追擊 果然中了蜀軍埋伏 死於亂見啟發之下 張和對曹睿相當忠心 失去他是為國的損失 卻是司馬懿的收穫 發生這次借刀殺人後 曹睿更加不信任司馬懿 但與其想殺了他 曹睿更想降服他 不過司馬懿回師之後 並沒有受到曹睿的責罰 只是大大的獎勵 張和的壯烈戰士 如果不是司馬懿的表演到家 就是曹睿還要用到司馬懿 所以隱忍不發 繼續觀察 曹睿當然很生氣 我知道你這是故意的 故意讓他去送命的 可是司馬懿又跟他講 這是你的皇命 你給我的皇御 告訴我要快攻 所以用這個計劃把張和除掉 諸葛亮和陸迅這兩個勁敵 為司馬懿提供了存在的價值 儘管他有軍事才能 但曹睿從小就被提醒 小心防範 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重用 他測試司馬懿 是測試過很多次 然後司馬懿在曹睿當皇帝的時候 其實他也不敢去拓張他的野心 為什麼呢 因為曹睿這個人控制得已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個皇帝 司馬懿一打完仗 手中的兵權馬上就被收走 雖然張和戰死 但曹睿反而以退敵有功為由 增加司馬懿的封地 恩威病失讓他動彈不得 如果不是曹睿一年早逝 司馬家可能未必能夠穿位 據說他這熊財大略的曹睿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戀母情節 對他是有戀母情節的人 他算是要從他的生母說起 他的生母征服 其實是三國的第一大美女 可是呢他爸爸曹睿並不是很喜歡他 而且還下令把他刺死 那這曹睿也蠻厲害的 他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耶 因為其實我們前面有講 歷史上記載 曹睿對這個郭夫人其實也非常的孝順 他在生母過世之後 然後這樣跟養母其實是親若母子一樣 感情蠻好的 那這曹睿啊 他後來登基之後 當上皇帝之後 掌權有了能力 就開始了一連串的報復行為 剛剛有說到 他不是把這個郭皇后給刺死嗎 而且呢他報復的手段 竟然是要讓這個郭皇后的死法 跟他的生母是一模一樣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民帝曹睿幾位後 隨即為母親征服追家嗜好 派司空王朗主持祭祀 又專門為他修臨請見廟 看得出來曹睿雖然年幼喪母 卻始終懷著對母親的思念之情 那征服死後 曹匹讓曹睿任郭女王為母親 想拉攏曹睿 只不過只包不住火 曹睿終究還是知道自己母親被冤殺的真相 曹睿對母親驅死 從小就耿耿於懷 一直照機會想要追一根究底 史料記載曹睿登基後 有一位和征服關係不錯的李夫人 把當年的真相告訴曹睿 征服死後最大的受益人就是郭女王 所以他絕對脫不了關係 當時曹睿氣得找郭太后算賬 那郭女王雖貴為皇太后 但面對來勢洶洶的曹睿 也害怕地為自己辯護說 你母親是先帝所殺的 你做兒子的總不能找父親報仇吧 更何況你不應該為了以前的母親 殺了現在的母親 雖然曹睿一直以來 對郭太后表現得十分孝順 郭太后這番話 與情與力也沒有說錯 但曹睿依舊勃然大怒 完全不念郭女王多年的養育之恩 痛下殺心母子情斷 但是曹睿哪聽得盡這番辯解呢 於是下令刺死郭女王 而且讓郭女王跟自己的母親 跟征服死屍一樣的待遇 也就是在臉上呢 披上她的頭髮 在嘴裡塞上糠 那當時曹中的大臣雖然不忍 但沒有人敢出來說話 這個時候這個我們不盡懷疑 是不是曹睿對於她 生母去世這一點 想要報復在郭女王身上 相傳郭太后被自己的養子曹睿逼殺 在西元二三五年青龍三年春天 駕崩於許昌享年五十一歲 朝廷按照皇太后的規格 為她舉行僧禮 和魏文帝曹批合葬 曹睿甚至為了掩蓋罪名 大封郭太后的娘家人 也讓她在西晉時期 被視為是孝順的典範 不過這樣的記載跟魏書 還有三國字的說法不同 那學者普遍認為 郭女王姓簡約以孝聞名 所以曹睿應該是有 好好的對待郭女王 並沒有加以刺死與侮辱 早在郭太后過世的前一年 諸葛亮也在第五次北伐時 病逝於五丈元 諸葛亮過世後 司馬懿逐漸被血去兵權 而曹睿也在蜀國的 新婦大幻和楊母過世後 開始大興土木 享受她的第二人生 宗教體驗已經不見了 太好了 那我可以應該過一下 真正皇帝的生活 開大興土木 修些那個庭園花園 並且開始搜刮財物 把那個民間長得 命容良好的良家婦女 全部抓進功能裡面去 據說她這樣還不滿足喔 還要工匠為她打造新奇玩意兒 包括規模龐大的巨型石器 以及可以轉動的私男車 那真是堪稱荒淫逸樂到了極點 除了在宮中大興土木之外 曹睿也開始沉迷酒色 丹魚逸樂 她寵愛年輕漂亮的郭夫人 還曾經因為帶著嫔妃在後院玩樂 被毛皇后發現 一氣之下把皇后和左右隨縱 總共十幾個人全都刺死 曹睿的老民傷財導致國庫空虛 短短四年後 為國需要爭討撩動叛軍 竟然沒有足夠的軍費 而原本身體救不好的曹睿 也把自己給挽垮了 因為曹家本身國庫已經可能空虛了 這一點來說國庫空虛 曹家的很多宗族看到的情況 想救也沒辦法 因為曹家沒有什麼文官體系的人 他們只有武官體系的人 武官只能打聽一下 不能救這個國家 西元239年年初 正值壯年的曹睿病重 這時候曹家可以依靠的宗室 所剩無幾 當年的開國大將都已經去世 曹睿為太子挑選的輔政大臣 幾乎沒有什麼選擇 於是曹睿找了個機會 單獨召見劉芳跟孫姿 到床邊來問話 他問說 燕王曹羽為何一直不接受 大將軍一職來聽任安排 這時候流放跟孫姿回答說 就燕王知道自己不堪大任 所以推遲 曹睿聽信之後又再問 曹爽可以代曹羽為大將軍嗎 那這時候兩人表示可以 而且這個時候他們還多次強調 應該召見太尉司馬懿來共同輔政 經過朝中陣營一番角力 曹睿最後選了曹爽孫姿流放 同為輔政大臣 曹爽是大司馬曹真的長子 代表曹家宗室的力量 還有另外一位重要的輔政大臣 就是三朝元老司馬懿 據說他臨死前 三天內連發五道造書 要司馬懿來見最後一面 等司馬懿來見之後 他握著司馬懿的手說 我撐著最後一口氣 就是為了要等你 輔佐少祖之事就交給你了 那這也才讓司馬懿有機會來 盡奪草位大權 所以他找了一個本家 還有一個外姓的 足以信賴的權臣 只是沒有想要說 足以信賴的這個人 最後會變成了 葬送到草位的關鍵角色 曹操當年曾經據說 做了一個夢 夢見作為三匹馬 在吃同一朝的草 三馬共一朝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司馬懿 司馬師 司馬招 那一朝就是朝姓的天下 那誰是那個朝呢 就是朝爽 僅出三年西元239年初 魏明帝曹睿把身後事交代完 見了司馬懿最後一面 就在洛陽駕崩了 35歲的他一年早逝 太子曹芳即位時也年僅八歲 都是因為曹睿沉溺久色 荒淫無度 使得國家大權旁弱 司馬是有機會做大 也讓曹芳成為曹魏第一個傀儡皇帝 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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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各位網友如果任何意見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想聽的故事 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要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要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